哈喽大家好我是爸爸草人 那今天是11月18號禮拜四 現在的話已經沒有經驗三倍活動啦 所以我就可以放心的來這邊打這個活動道具 就是這個任務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之前在成都接著這個討伐黃金財產的任務 就是要打750個破損的防鬥金 然後他可以拿這個輪迴之中吧 還有這個太陽蜘蛛 那太陽蜘蛛的話就是可以來這邊 檢良東上這邊的話換這個臥龍檢囊 這個是必要的道具啊 所以這個的話第一個都無法換 那你換了這個之後呢 你就可以一個一個給他換下去了 換到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是這個紫色換斧式大甲 那最後的話可以換到稱號之類的 好那我之前開到的訓名法已經賣掉了 那加上原本的錢差不多5000斤啦 不過稍早的時候索養又買了60包雙11的狂運包 所以現在身上剩3783斤喔 而且那60包啊 一個閃瓶都沒有一個閃瓶都沒有 算是平衡掉上次的強運了 不過好處就是這個五元素跟防元素補蠻多的 因為五元素的話他其實算蠻高的 有5% 防元素其實也有5% 那我開完之後呢 我現在身上的五元素跟防元素 又可以讓我來開啟這個潛能啦 有沒有看到 第一個可以開了 第二個的話呢 也可以開啦 第三個 不行 第三個的話還差15個 我看一下好了 我現在給他開一開好了 來這個的話體力可以移到150 然後必殺技傷害減免 哇這個也不錯耶 這個的話有三個屬性是我需要的 就是體力 還有必殺技減免 武將技減免 那第二個勒 第二個的話 我看一下喔 就體魄 還有這個減免我比較需要 那第三個勒 第三個的話是第一個的強化版啦 第一個的強化版 是不是其實我應該要直接搞第三個會比較好一點喔 因為 同樣都要需要消耗一顆潛能石 應該要搞這個比較好 那這個勒 這個的話我需要的屬性比較少耶 就是那個 防衛率而已 就防衛率而已 那這個勒 這個的話 體力 體力 體力是我需要的 好吧 那我來買一下那個 防元素好了來搞好了 我來搞 來來來 防元素 看有沒有便宜的 防元素 來 只要兩斤的話我就會買了 兩斤 因為防元素的價格差不多就兩斤 所以這邊沒有 這邊的話 這邊有一個 111個 222斤 價格算合理 算合理 平均價格 OK購買 購買現在身上多少 3561 一邊少 一邊少 好吧 那來搞了 來搞了 來 現在幾點了 43分啦 我45分要出門啦 因為我女兒要下課 7點鐘下課 現在 現在弄了弄 我就出門去接他應該剛剛好 好 那就搞第三個 搞第三個 希望是體力 或者是減免 體力是最好用的啦 沒有 減免其實也不錯 等一下還不夠耶 沒有還沒頂出來 這個買了之後要頂出來 OK 好 來潛能 來第三個 搞第三個 接鎖 等一下 確定 等一下 應該沒有點錯吧 再接鎖 五將技傷害減免加172算是非常頂啊 所以之後如果說被一些高 高階的這個方式打的話應該就比較不會那麼痛了 好不錯不錯不錯 那必殺技的話應該 還是一樣會把我秒殺 好吧 今天又成長一些些的 祝福各位朋友玩得愉快 掰掰 拜拜 男歹 男歹 увати